要專心一點 專注一點 比如說我們昨天的 題目 還有兩個人沒有回答 8號跟12號 8號跟12號沒有天打 出土的沒有預期 預期是我們 華人東方人這邊好像可能也有出產 那我們也比較珍視這種預期 那被埋葬的 古城是這兩座 只有一個同學沒有寫好 他的兩座古城包含一個是 維蘇維火山跟蓬佩古城 不對啦 是蓬佩古城跟什麼 赫庫蘭尼姆好不好 好 赫庫蘭尼姆還有人進來 老師開放一下進來 我們要養成習慣 提早進來 不要說9點開始 那我們就9點才進來 這要提早 提早準備好不好 提早準備 老師看看現在幾個18個 19個 那有兩個是老師的帳號 所以現在就有17個人進來 提早 提早 因為你不知道線上的課程 會不會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要提早準備 所以兩座古城是 赫庫蘭尼姆跟龐貝城 我看雲軒上來了沒有 盡量都是使用學校的 學校給你的 像議會的就是什麼 JNES這個好不好 JNES這個的 那你比較容易去找得到 那也才能夠 登入我們的班級的 網頁 就是那個 Google curriculum好不好 所以你要養成習慣 不要用自己的 那老師再示範一次 我看 我先讓雲軒來回答這個問題 張雲軒 他可能還沒上來 沒關係 所以 同學們你要知道 我們 兩座古城 是 赫庫蘭尼姆跟龐貝城 維斯威火山是埋葬掉他們兩座古城的火山 好不好 所以你要搞清楚 那老師再講一次 你怎麼從我們的Google curriculum進來 你用我們的 學校所派發的那個帳號 JNES ST 再來譬如說我們是505 1號就是50501 那個帳號登入之後 按上面的這個Google meet 一按 按下去你就進入了 就進入了 好不好 那你就以後就固定可以進來 可以嗎 所以你要記得哦 你按了 這裡你就可以 自動進入到Meet的 聊天裡面 你不需要在每次 老師都更新一次 那個我們的代碼 那很麻煩 OK 所以同學們聽得懂老師所說的嗎 好 聽得懂得說懂 沒關係 右臨的電腦 沒有那個攝影機沒關係 因為攝影機現在買不到 真的買不到 懂得說懂 明白的說明白 謝謝 最記得你要使用 10號 10號舉手了 紅遠不知道有沒有麥克風 我看看紅遠可能是有一些問題 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來馬上解決一下同學一下 好 紅遠應該沒事了 紅遠 他媽媽的分享怎麼登錄了 好OK 那我們開始上課囉 來看到我們 昨天的課程 先買上的古城 記得 大家在搞錯囉 那我們已經看了前五段了 12345 五段 第一段在介紹 南歐的風景 很美啊 那昨天同學也幫我們介紹 哇原來萊姆就是黃色的檸檬 找到了哪些 有 這些古物有銅壺 銅壺 銅壺 竹台 還有手拿鏡 銅壺 那銅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不適合嘛 後來有一個聲勢 那我們說到這個聲勢是一個什麼 來 回應一下 這個聲勢 這個聲勢的職業是什麼 來同學們 回覆一下 為什麼這個聲勢 我們回答在對話框啦 好不好 每一個人都動一下 動動手 我們動動手 對 對 這個聲勢就是考古學家 好謝謝大家 那因為他是考古學家 他才會怎麼樣 這麼嗜貨啊 不管哪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聲勢 我們說這是有風度 有教養的男士 那埋葬掉這兩座古城的兇手是誰 就是這個維蘇維火山 維蘇維火山 那被埋葬掉的兩座古城 兩座古城 第一個 庫克蘭尼姆 這都翻譯了 第二個叫龐貝 那老師說過 龐貝的知名度比較高 老師一直以為被埋葬的古城 只有龐貝城 原來是兩座 所以你從文章上下文就看到 被埋葬的古城 一座叫他 一座叫他 所以有兩座 不是只有一座 再來 報酬 挖掘就是挖了 挖 挖東西 同學這麼想講來 你有沒有什麼挖掘東西的經驗 有沒有誰要說說 舉手一下 有沒有誰要說說 你也 事成上來了 事成上來了 你有沒有什麼挖掘東西的經驗 有沒有誰要舉手 就用講的好了 那我就指定我們班的綠手指 就是很會種東西的 張炳華同學 張炳華 來 請開你的螢幕 是丁選 來 你說說 你有沒有什麼挖掘什麼東西的經驗 有嗎 對 阿嬤家有太過 挖到股錢 挖到股錢喔 我本來只是想讓你講講 你可能挖過馬鈴薯啊 或是蘿蔔啊 原來你還挖到股錢 很厲害 好 謝謝你 張炳華以後有機會當考股學家 老師只是想 看可不可以聽到說 挖掘過馬鈴薯啊 胡蘿蔔啊 紅蘿蔔 白蘿蔔啊 原來挖掘到股錢 股錢 這厲害了 哪一槽的 炳華講一下是哪一槽的 看得出來嗎 這是阿嬤掉在菜股裡面的錢 那我們繼續往下 下一頁 前面已經 很不經意的 想看到這些古文物 所以引起他的動機 好 還開始挖掘 結果發現了 真的是一個什麼 奇蹟 這是一個奇蹟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又能在這兩個城市中游走 被埋葬了 被埋沒了1700多年的 屋子裡 這裡一開始稿是看到很疑惑 為什麼是1700多年 因為他是西元79年發現的 照理說 應該是距今2000年了 為什麼裡面是寫的是1700年 各位你可以說說看嗎 為什麼 他為什麼是說1700年 照理說 他是西元79年 現在是2021年 那應該約2000年了 為什麼我們 課本裡面 他說1700多年 1700多年 你推測一下 還是誰要回答 你可以回答他對話關 或是 直接舉手 誰要說說 為什麼 還是作者的數學不好 因為他是作家 不是數學家 為什麼是1700多年 照理說應該是2000年 是疫情發現的 好 還有沒有 還是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是不是 猜測 不可以猜測 不可以猜測 想像 不屑可以想像 這是事實 其實同學們 有兩個講的說 他被埋葬300多年 沒有 那時候火山分發是西元79年 說他被埋葬的 不只 300多年 廖以心的答案我最喜歡 在 大概1700年的時候 西元 1700年的時候被發現 差不多 這本書 這個是翻譯的 原作者是他是在 西元1800多年發現的 1800多年發行這本書 這篇文章 所以 龐貝古城市應該是1700多年的時候被發現 那我們的作者 1800多年寫了這本書 可是他是外國人 那最後我們的作者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中文版 他把它翻譯過來 是我們現在發現的 OK 所以 應該是說這個 龐貝城被發現的時候 大概是大約 大約在 西元 1700 年左右 他被發現的時候 龐貝古城這兩座 這兩座古城被發現的時候 大約是在西元1700年左右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裡 1700多年前 是這邊 那裡的景象截然不同 所以他被發現大概 龐貝城被發現可能已經大概 兩百兩三百年 截然不同 哪裡不同 哇這就是邪景的 快樂人民穿著白色的長袍 在街上走著 他們穿這種白色的長袍 武裝就是他們以前的人穿這樣 孩子們嬉笑唱歌 響策 聲音怎麼樣 什麼叫響策 來同學們回答一下 什麼叫響策 什麼叫響策 大聲小聲 來回答一下 在對話框裡面填打一下 大聲 聲音大 大聲聲音很大 大 對響策就是 很吵 你們家現在有響策雲消的 很吵的 家裡快被掀翻了 舉手 現在家裡是安靜的 田打安靜 很吵的田打吵 吵 有安靜也有吵 其實是安靜的 因為你們家可能沒有很小的小小孩 如果那個很小的小小孩可能就安靜不下來 對不對 如果是 年紀大一些些的可能就不會那麼吵 好 所以想 吵雲消的也是吵啦 吵析人 吵死人了 很熱鬧 應該不是說吵死人 很熱鬧 好 先敘述人民的穿著 小孩的動作 再來 雙輪的馬車載著健壯的人緩緩的經過 另外一邊拼很持續 所以他有三個畫面 快樂的人民 快樂的孩子 他們的交通工具 載著健壯的人 現在這兩座城市終於從死亡中醒過來 曾經被埋藏地體很多年的房子 月亮照著他們白色的牆壁 所以前面講的是一片 活躍 後面就一片死極 這瞬間就死掉 六七 在第八段 人們在這裡徘徊 什麼叫徘徊 同學們搜索 回答來 什麼叫徘徊 什麼叫徘徊 請你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徘徊 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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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只複製上一個的 但上一個的布丁寫的好 一直copy 走動 走動至少比什麼走來走去好 不要只複製上一個 來回走對嘛 來回走比走來走去更好啊 走來走去是怎麼樣 尿急 他是坐不住 過動 是不是 這個不要複製上一個 上一個第一個講出來不一定對 你不要只複製一直copy上面的 自己想 巡迴走 應該是說來回走會更好 像老鷹一直動來動去 不會喔 老鷹那個動作叫盤旋 老鷹叫盤旋 不是徘徊 不一樣喔 這個誤解囉 這個詞的詞性跟意境差很多 在旁邊一直走來走去 來回的走動 講得很好 講得很好 這個 今日最佳解答 劉喜龍這個 同一個地點走動 這個不錯 往返回旋 也有點像 來 今日目前是看到最佳解答這個 一直在旁邊 來回走動叫徘徊 同學們這個 所以你不要只複製人家的 要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把你的語境 講話的那個情境 講清楚 這個能力很重要 這個能力很重要 把你那個講話講清楚 這個語境很重要 讓別人聽懂你在說什麼 徘徊 這個徘徊就是前後走動 來回走動 徘徊 好 再來 還可以看到 你看 他們 怎麼樣 街道 平直又整潔 有雄偉的神廟 圓形的劇場 還有看戲劇的地方 還有高高的圓柱 有高高圓柱的這個城牆 還有澡堂 還有花園跟高堂 這是在講建築物 這一段 都在講建築物 老師在講一次 你看 街道平直又整齊 而且什麼雄偉的神廟 有其他在那廟一樣 還有什麼圓形的劇場 還有看戲劇的地方 還有這個高高圓柱的什麼 有城牆 還有澡堂 還有花園高堂 走進屋裡 牆上會有美麗的圖案 還可以看到桌椅 桌燈 鏡子 桃虎 刀叉 床鋪和櫃子 你從他的敘述 你去猜猜看 推測看看 他們當時的生活的情況 貧窮還是富裕 貧窮還是富裕 你說說看 來回答一下 貧窮還是富裕 來 都要回答 這個老師會 典禮的狀況 好 再來 都要回應 都要回答 有錢也對 富裕就是有錢 沒錯 鄧玉勳不錯 回答有錢對 有錢 富裕 生活富足 還有人沒有回應 再來 動動手 有一些動作 有一些反應 那你才能夠專注在上面 不然我們很容易分心 很容易分心 你可能看著螢幕 看著老師 結果你是在看YouTube 所以 盡量 這個我們時間不會太長 我們大概都30分鐘 我們就保持專注 好不好 繼續我們 繼續看到我們的課文 櫃子 櫃子這沒有人不懂 很常見的一些家具 他們當時的生活狀況是很富裕的 生活狀況應該是很富裕的 再來看到 第9段 再來看到市場 各種的告示資金都還貼在牆上 像當時調皮的小孩 畫上去有塗鴉 塗鴉就是那種亂畫 亂畫 也保留在上面 你可以親自的走進商店 酒館 藥房 麵包店都還看到這一切 所以他們是很熱鬧的一個城市 你看有商店 有喝酒的酒館 有賣藥的藥房 可能像我們以前的那個中藥房 那種概念 麵包店 就像我們這邊的麵店 就是當地的飲食 至今都會看到這一切 如果有機會到充滿陽光的意大利去旅行 看到這兩個城市走走 欣賞古代的藝術 了解他們的建築跟生活 你看 這個不是亂寫的 了解建築和生活 所以的話你往回去看 第8段 第8段在講的是什麼 第8段講的是什麼 是建築還是生活 來同學們請說 第8段講的是他們什麼 是關於他們建築物 還是他們的生活狀況 13號 19號都回答囉 22 92714 都回答一下 都有沒有啦 沒有 沒有都有 並沒有都有 來回應一下 建築啦 建築 你看看喔 並沒有都有啊 你看 敘述什麼 桌椅 登台 這是他們的建築啊 房子裡面也這麼漂亮啊 所以他都要講建築 他沒有講到他們的生活 沒有講他們生活在裡面的狀況 所以第9段 第9段才講的是什麼 他們的生活 講的才是他們的生活 塗鴉啊 怎麼樣過他們的日子啊 你看他們有商店啊 酒館啊 藥房啊 麵包店啊 對不對 所以這裡講到 他們的庶民生活 所以第8段講的是 建築 第9段講的才是生分 好不好 所以你看文章 你回頭去看 他把它看清楚 並沒有都有 並沒有都有 好不好 繼續往下喔 他這櫃子這只是學寫櫃這個字啊 塗鴉 是烏鴉的鴉喔 大隻的喔 黑色的那個喔 不是那個我們家裡吃那隻鴉喔 旁邊 這錯囉 不要寫錯喔 塗鴉 老師給他放大一下 塗鴉 好不好 塗鴉的鴉 是這個烏鴉的鴉喔 再來 灰燼 灰燼就是那個灰啦 灰 灰燼再來 灰疊就是疊在一起 可是這個就是很殘酷的一面 跟前面那個你看 美麗的建築啊 那麼快樂的生活在裡頭啦 前面還有講到 我們會在街上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快樂的孩子 人們穿著很乾淨整齊的白袍 再來他們 乘坐著雙輪馬車 車上的人都長得很健壯 再來第8段講他們的建築物很漂亮 第9段寫的他們有熱鬧的市集 大家的生活很富庶富裕 結果忽然間 第9段 完了 到第10段 哇這整個場景變化很大 變成灰暗 人們 剛把這兩座蟲子從灰燼之海中 挖掘出來 為什麼說是灰燼之海 為什麼 什麼叫灰燼之海 哪來的灰燼之海 那灰燼之海指的是什麼 你猜猜看 灰燼之海指的是什麼 灰燼之海 同學們你想一想 灰燼之海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什麼呢 滿滿的骨灰 嚇死人 不對喔 前面的天打都是不對的 灰燼之海指的是什麼 為什麼這灰燼會像海一樣 一直來一直來 突天蓋地一直來 是什麼 什麼爆發 老師爆發 還是你太吵媽媽爆發 要回答清楚 對 秉華說整個都是灰燼 對 灰燼是什麼 這灰燼是什麼 不是單純就指的是火山爆發 是火山爆發後 產生什麼東西 火山爆發之後產生的東西 對嘛 火山爆發之後 所產生的 岩漿與什麼 什麼灰 趕快回答 岩漿跟什麼灰 不是骨灰啦 不是骨灰啦 不可能啦 骨灰滿天飛 嚇死人了 理解錯誤 你要把這個骨灰從你的記憶體裡面抹掉 錯誤 不是骨灰 石灰也不對 這灰燼是什麼 就是 岩漿跟他 岩漿噴發完之後會有大量的火山灰 7號 理想不錯 你今天好像第一次回答喔 前面你都沒有回答喔 前面都沒有看到你喔 可是回答這個還不錯 岩漿跟火山灰 好不好 所以鋪天蓋地而來的灰 灰燼 那個灰燼是什麼 鋪天蓋地而來的灰燼之海是什麼 就是火山灰 一開始噴發了岩漿 後來就是火山灰 所以你看他們都來不及逃跑 這都是堆疊的人們 那看到是什麼慘況 媽媽抱著小孩 受難的人全說就是說啦 說在那邊 逃不掉 看見男人如何 適責破壞牆壁 不放棄逃跑的需要 可是他們都沒有逃走 因為他也來得太快 有人跑到外面去了 結果被 掉下來的時候打死了 所以這個 第10段講的就是火山爆發後的 慘況 大家來不及逃跑 原本還很快樂的生活在 歷史裡面 突然間 發生了這個 非常的火山爆發 哇這真是第11段 這是他的感想 他的感受 真是悲慘的畫面 想到那些畫面 在那邊的同情的眼淚 他們莫名其妙無端的 沒有緣故的 沒有緣故的 被這個火山爆發 所常殺 真是不行 最後他的結尾 結論就是說啊 有機會到南歐去 別忘了拜訪這兩位 樂固然 是誰在唱歌啊 忘記開麥克風 怎麼會有誰忍不住唱起歌來了 誰啊 還唱幾歌來了 可能家裡有小孩的 是不是 沒關係 下次可以讓他 直接讀唱一下 好不好 不要笑了 好了不笑了 不笑了 還有在對話裡面 你不可以有去嘲笑同學 好不好 上次 就有同學 留了 對話比較在針對 對某一個人笑人家不好 好不好 我們在裡面 輕鬆 可是不可以亂說話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一課 我們這一課 總共 11段 把它看完了 那你學到目前為止 哪一個詞 哪一個詞 你還不懂的 你還不懂的 老師對開啟一個白板 老是開啟一個白板 你可以在裡頭 白板 老是建立一個白板 你可以就你目前看到的 你可以就你目前看到的 老是開個白板 開啟這個白板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共做這個白板 你就可以在上面 共用 這是我們共用的 那你就可以用便利貼 打上去字 比如說有哪一個詞不懂的 比如說 灰燼之海 你還是不懂 老師再講解一次 到底有沒有骨灰 還是它是火山灰 你就把它貼上去 好了就取消灰燼之海 你試試看看你能不能貼 好不好 老師也沒有試過這個功能 你試試看你不行就跟回答說不行不行我沒辦法用 好不好 你要點選它 點選進去這個 點選 懂嗎點選 點選之後 那你就可以共做這個 白板 老師先停止畫面的分享 你試看看 來填一下這個白板 不行好了那老師再研究一下 無法 他可能要先開啟的時候 好像要 是不是要 共做 可能需要一些 共做 共用 我鎖住了 這個有點複雜了 這個有點複雜了 好老師再研究一下 因為我也沒使用過這個 這白板好像有一些權限的限制 來 沒關係 要下載可能浪費時間 太多錢 來 我們直接來 繼續 剛才秉華有講到一個叫全說 全說 好 秉華講到一個了 全說 還沒有還沒有 再來再來 全說 再來再來 快點 還沒哪一個語詞 對你來講是困難的 你不太懂的 或是說哪一段你老是沒有講到 你聽不懂的 有沒有 有沒有 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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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錯 再來再來 一星期出的 很好 再來 還沒有 快點 再來再來 還沒有 好 報信 來 再來 再來 還沒有 再給各位一分鐘 好不好 來 再來 報酬 全說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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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說那個秉華已經問了 還沒有 全說無端報慶 報酬 還沒有 沒有 老師要做最後的講解 我們這講課要結束囉 揮鏡之海 還要再講一次喔 揮鏡之海 那就幾個了 好不好 來 第一個 全說 有沒有誰可以表演一下 我們指定表演 來 打開你的螢幕 反正間 這是你啊 鏡頭要打開啦 我們以後線上我們都把鏡頭打開 不然老師都不知道你在幹嘛 來來來 全說 請調整你的 視訊的角度 幫我們表演一下什麼叫全說 表演一下 知道嗎 會嗎 會不會 你被修理啊 啊怎麼躲起來 躲在角落 那個就叫全說啊 很害怕啊 能理解嗎 快點 表演一下 怎麼叫全說 來調整一下角度 看不到 看不到 你的那個角度要調低一點 對對對 好全說 抱得更緊 現在很驚恐 驚慌 不夠害怕 對對對 類似這個感覺 好 謝謝你啊 我就知道 你有表演天分 謝謝你 22 好 來 謝謝你 來 我們張宇軒可能想表演一下 來 張宇軒 張宇軒來 開 螢幕來 來 有嗎 還是不小心按到舉手而已 是不小心按到是不是 好 再來 不小心按到 你要講嘛 好 議會說全說就是身體 縮成一團 表示心情是怎麼樣 來 回答一下 心情是怎麼樣 你全說的時候 身體縮成一團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開心 害怕 恐懼 憂鬱喔 游士林 憂鬱喔 好啦 可能有點 可是應該恐懼害怕 比較成分比較高 憂鬱 偶爾憂鬱也會全說在角落 也可以啦 不夠那麼嚴重而已 游士林這個很有創意啦 憂鬱 憂鬱 那你會這樣嗎 來 我給你加游士林 這個講的跟大家不一樣 來 游士林 很久沒看到他了 來 你憂鬱的時候會全說在角落嗎 會啊 會喔 好啦 難怪你可以這麼精確的講出憂鬱 可以讚 謝謝你 惶恐 哎呦 11號講出這個惶恐講得很好 自閉的必是說 自閉 好 再來 全說之外 還有 無端 無端就是無緣無故 無端就是無緣無故 下來 無緣無故 無言無故 無端就被罵了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的 再來還有 我看一下喔 同學還有回答 報信 報信是 殘暴 殘暴的行為 殘暴的行為叫報信 殘暴的行為叫報信 OK 殘暴的行為叫報信 殘暴的行為叫報信 那灰燼之海大家幫我回答一下 灰燼之海的 灰燼是什麼 灰燼之海 那灰燼到底是什麼 同學幫我回答一下 火山灰好不好 火山灰 這灰燼就是火山灰 不要再執著 絕對不是骨灰 嚇死人的骨灰滿天灰是什麼東西呀 嚇死人 兒死人 不尊重死人 嚇死人 好 所以我們的解釋 就這四個 無端就是無緣無故 暴信就是殘暴的行為 灰燼之海就是那個火山灰 滿天都是 滿天都是 火山爆發完都是這種可怕的景象 最後一個全縮 就是那個縮在角落 OK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先上到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 你就把麥克風跟 攝影機關掉 我們10點的時候再開始上速學 好不好OK 拜拜